那麼再接下來呢 其實今年2024 所以其實大家都在關注的就是 我們到底啊 怎麼樣來團結 譬如說國民黨的團結啦等等 這時候選出最強棒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侯友宜要讓中華民國再一次的起飛 那他的下一步會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從這邊來看 時間表 SOP先出來 5月30號呢 馬上會有一場試試大會 要來談的就是政策白皮書 要把政策清清楚楚的告訴大家 當然大家會關注的 還包含了兩岸問題 還包含了對美關係 那麼在7月23號呢 很快的副手是誰呢 誰要跟他搭檔出來選 7月23號的全代會 可能就會通過副手人選了 好 那再來呢 所謂的政策白皮書啊 其實據傳呢 黨內智庫農曆年前後就開始進行了 以4年前的白皮書為基底 在5月前要提出這個出稿 內容呢 因應疫情全球經濟變化 提出新的論述 那麼當然呢 周邊還是有很多聲音 這邊是大方向希望朝著這邊走 那旁邊這些聲音如何來整合呢 譬如說挺郭派 徵召就一直傳說什麼有內幕啦 怎麼樣的啊 什麼規矩啊 所以呢挺郭派的團結 或許會是一個難題喔 那再來呢 那再來呢 雲林現場張立善呢 致電藍營的縣市長現在呢 要開始整合了 整合了 團結要抱在一起了 大母雞啊 是不是能夠來修復所有的關係呢 藍白整合也是大家最近在問的 會不會接下來有任何的改變呢 黃珊珊說柯P是台灣政壇必要的存在 他現在是柯文哲的競選總幹事啊 那麼當然呢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呢 藍綠白的布局 侯友宜接受徵召 面臨整合挑戰 那傳出呢 他打電話給多位的 這個藍營縣市首長啊 訴求團結 從地方開始嘛 其中包含了挺郭派的 花蓮宣長徐真衛 被解讀呢 就是要修補跟挺郭派的 還有深藍的關係 侯友宜強調 心連心 共同打拼 團結一致才能走向前 不過當然沒這麼容易 傳出郭台銘不滿 侯友宜待職參選 但侯友宜強調 外界也不用再見縫插針 大家都是共同的信念 下架民進黨團結在一起 因為這段時間 非常謝謝縣市首長 以及很多的民意代表 給我很多的鼓勵跟支持 加油打氣 我心誠感謝 我們大家要一起團結 來守護中華民國 愛台灣這個土地 所有的 所以不要跟大家新年新一起共同打拼 那天晚上的致意 就是大家團結一致 向前走的時刻 不二連是黨部的規劃 密切尊重黨部的方向 最重要會跟我們所有的民眾來做一個報告 市長你怎麼來看紐約時報說國民黨徵招民選總統是想要走中間路線 那你的中間路線定義是什麼 其實大家也知道啊 我是一個長小孩 台灣一個土地出席 我愛台灣 愛中華民國 這是我一生不變的 所以我會守護中華民國 讓我們台灣這塊土地更美好 讓我們台灣人的善良被看見 市長那天和郭董還有朱主席會面的時候 郭董是不是有當場罵您 還說您待職參選不好 可以幫我們還原當天的狀況嗎 其實大家都不要去做見縫插針的事情 我們面對所有的問題 我們都是有共同的信念 共同的價值 更重要我們都會團結在一起 有很多的這個新的重磅消息傳出 譬如說侯宇宜說要讓中華民國再次起飛 那下一步他要怎麼做呢 當然是在整合的部分 雲林市長張立善表示 侯市長在黨內提名最後 黨內提名後第一時間 就打電話跟他道謝 他說非常樂見 終於有優秀的人選 願意帶領國家跟代表黨內參選 現在就是要穩住團結跟分工合作 一定要求得勝選才是最重要的 侯市長非常誠意 在提名的第一時間就致電 第一個就希望大家能夠團結一致 共同來贏得勝選 那我當然也非常樂意 我們國民黨終於能夠一位 非常優秀的這樣的一個人選 願意帶領著國家 願意代表國民黨來參選 我想這個應該是全民大家非常的期待 那所以我當然也就開始要來逐步的 包括我們所有的這些鄉親 怎麼取得鄉親對於我們國民黨的認同 對於侯友宜市長的認同 我想這個我們大家共同要來打拼 才能夠有機會讓我們台灣在國際情勢上 都能夠有立足的空間 也能夠贏得我們所有鄉親 革平才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那現在大概就是要穩住 那團結要分工合作 求得勝選才是最重要的 我想這個我們不要被分化 也不要見鋒插針 我想上至達官貴人 下至半夫咒卒 最公平的就是每一個人都有選票 那你想要選贏的人 你不能放過任何一張選票 這才是至勝的一個目標 那我想這個就是要讓我們現在 大家一定要為了台灣的未來 為了中華民國的未來 為了我們下一代的未來 大家要全策全力 讓我們能夠站穩國際情勢 我想和平是我們大家共同的期待 那公平黨徵召這個侯友宜外媒 怎麼形容呢 說他是溫和派 試圖在台灣與大陸關係議題上 走一條中間路 對此中興大學的教授袁赫林 教授分析了 他說在兩岸關係的外交上 賴清德明顯是台獨主義 侯友宜雖然是一張白紙 但是是溫和派 能夠降低台海緊張關係 加上他一路的政治歷程 能夠吸引更多中間選民 侯友宜因為他是一張兩岸關係 外交上這塊上的白紙 所以我覺得他在剛剛開始上面 他的起跑點已經在立於一個不敗的之地 因為賴清德很明顯 他是台獨的主義者 他是偏向一邊 那侯友宜他基本上 他雖然他是國民黨提名的 但是可以從過去 侯友宜的一路走來的政治歷程上看上去 侯友宜並不是傳統的 國民黨的類型的人物 所以他可以積極地吸引更多的中間選民 積極吸引更多的淺欄跟淺欄的選民 所以我覺得他的空間相對比較大一些 而且他的這個主張基本上從一個起點 我認為在一個起跑點上 他跟賴清德相比下來 應該是立於一個比較優的一個地位 因為他是比較溫和派 他對內對外都有一些效益 對內來講 他擺脫了台灣在政治光譜上的兩邊的起端 一個就是主張台獨 另外一個就是一國兩制的立場 另外對美國來講 因為美國的立場非常清楚 他想要維持這個現狀 所以侯友宜提出了反對一國兩制 也反對台獨這個立場 其實非常符合現在美國對兩岸關係的看法 不過我覺得他很大的弱勢 從現在開始他既然成為一個總統的參選人 我覺得他應該在很多的政策一級上 要儘快地說清楚講明白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他沒有講清楚講明白的話 那可能就會讓賴清德很快速地衝過去 所以雙方各有他的優劣勢 所以看未來的發展看怎麼樣 也就是說賴清德他怎麼樣積極地往中間拷攏 那侯友宜如何積極地去論述他的兩岸外交 國防的政策 我覺得這是他們在未來必須要各自努力的地方 賴清德也在備戰 那副首人選呢也在討論 傳出著名代表蕭美琴 或者是前文化部長政力軍 無論是個人特質學經歷 跟賴的互動互補信 三大條件都有優勢 但議員林振宇點出賴清德 為什麼必須要找蕭美琴的關鍵原因 我們來聽他怎麼分析 賴清德越來越像靠藍前進了 因為畢竟他說沒有喊台獨的必要 然後他說台灣其實也不需要再這樣喊了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塊賴清德自己要去檢討 過去30年來他們民進黨的支持者 到底是怎麼看待他的 真的已經有點用俗點望族 來去講賴清德這個人 那其實看得出來 因為他講到的這一塊 甚至連民進黨的黨綱裡面 他的台獨黨綱 根本都要刪掉 因為不然其實賴清德 根本就是在自己的自家後院在放火 賴清德他為什麼必須要去找蕭美琴 因為就是他在國政的這一塊 他在台獨宣言的這一塊 美方對他是不信任的 甚至是連中國大陸對他也是有存疑的 因為他有可能是會直接讓我們的台海關係 變得更惡化的一個對象 所以他必須要找一個更柔軟的 甚至是美方認同他的人 MING PAO CANADA